好咱们首先回家上几个内容 上几个讲什么呢 讲各种这个变形 对吧 可以扭曲 对吧 可以怎么样 可以变形 可以斜切 可以透视 包括都开始学的旋转和缩放 对不对 是各种的这个这个缩放的类型 包括什么呢 包括说Ctrl Shift Alt加T 对吧 重复做 做一个循环出来 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螺旋结构 什么叫螺旋结构呢 首先咱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这块有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乾坤圈 对不对 这个乾坤圈呢 咱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啊 把它选出来 选了 全公园圈 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 好 把它选出来 选出来 这个边啊 扣的稍微细一点 Ctrl Shift加I 反选 对吧 然后Ctrl C 把这个像素啊 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 新建一张 新建一张多大的呢 新建一张照片纸吧 Ctrl V Ctrl T 把它怎么样 稍微加大一点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放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背景上的乾坤圈 对吧 那么咱们可以把它怎么样 把它的这个面板 效果变大一些 对不对 好 变大了之后 咱们可以看到什么 哎 这就是图层一 对吧 咱们可以 这个 简单的 命名它一下啊 比如说改名 圈一 圈一啊 圈一 好 那么有了它了之后 然后我使用 再再来一次 Ctrl V Ctrl V 那么这次又有什么 一个东西 哎 有一个圈二 对不对 哎 圈二 那那那 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 这是图层二 对吧 叫图层一叫什么 圈二 圈二 那么这个 圈一跟圈二 现在什么关系 是圈二盖圈一 对吧 那么我能不能 反过来 圈一盖圈二啊 都可以 对不对 那么我说 现在要什么呢 要圈一和圈二 连起来 就像这个两个两个这个这个圆环 卡一下 哎 合在一起了 这怎么做 怎么做呢 首先把这个圈一的透明度啊 变低一点 现在是圈一盖圈二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那么这块呢 把它这个这个选区 在这个图层上 把圈一的这个选区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 把圈一删除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圈一怎么样了 是不是被抠掉了一块 圈二还是一个完整的 对不对 那么再把 它的不透明度怎么样 拉高 拉高之后 你会发现怎么样 这两个圈怎么样了 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哎 你说没合在一起 那么还 多一点东西 那怎么办 哎 再扣一点呗 他怎么样 扣下去 对吧 那怎么样 扣下去 现在他这个圈一跟圈二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彻底的 哎 传环相扣的感觉了 哎 那么这种这种呢 实际上还在其他地方 哎 这就是选择的细节了 比如这里 哪吒 这是一个魂天灵 那么他们能不能放在一起啊 好 试一下啊 首先呢 把这个魂天灵 把它选出来 怎么选呢 太简单了 哎 Ctrl shape加I Ctrl C 对不对 放哪吒这边来 Ctrl V 啊 那么这块 这块有一些东西 多出来东西 怎么办 用选区选中了之后 删除 对不对 选区选中了之后 删除 那么这个时候 F7调出图层条板 你可以看到 底层是 背景层 前层是 这个魂天灵 这个层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才能让魂天灵 给它缠住呢 哎 说别 别自杀 是不是哎 这个把它缠住 怎么怎么缠呀 怎么缠住啊 哎 咱们看一下吧 看一下 好 那么可以说 把这个魂天灵啊 缠到这个宝剑上 对不对 缠到宝剑 那怎么才能缠到宝剑上啊 稍微小一点 哎 好 这样 这样他是魂天灵盖着宝剑 对不对 那么他并没有魂天灵 缠着宝剑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把魂天灵这个层啊 哎 不透明度稍微降低一些 那么他有上面一层 下面一层 那么应该是上面 删上面一层 还是删下面一层啊 从这个 这个关系上来看 应该什么 应该删下面一层 对不对 用磁性套锁 给他套出来 哎 磁性套锁啊 实际这块直线套锁也成 但是还是用磁性套锁 比较好 这不透明度不够低 ESA整个退出 不透明度降的很低 好 这回 这回选他是了吧 在删哪层啊 是删这层 还是删这层 删这层 对不对 Ctrl D 啊取妖眼区你看上面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感觉到浑天 这个这个浑天灵把这个这个剑给绕住了 然后就底下这个部分 对不对 那么底下怎么才能把它绕绕绕绕住啊 哎 那么还是把它不透明度调低一些 那么他这底下这个应该是删上面还是删下面啊 他应该删上面啊 删下面应该删上面吧 应该 那上面删下面好像都成啊 他这样绕过来的 对吧 绕过来的 那么他我认为应该删上面 好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吧 好 确定 确定之后删这层 对吧 删啊 你看他他这块有有点不是很干净 那么怎么办呢 哎 继续删 别删错了 删的是浑天灵这层 因为浑天灵现在盖着哪吒 对不对 好 这回什么感觉 这回是不是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浑天灵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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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剑给缠住了 哎 他有自杀 然后他不让他自杀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好 咱们再看一个什么呢 再看一个五环 五环标志 这五环标志怎么做出来的 哎 你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五环是吧 这个五环你说怎么做呢 那么不会做没关系 咱们学一下呗 哎 这就当一个作业了啊 挺有意思的 新建一个新建一个多大呢 新建一个相纸吧 二乘三比如说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做这个什么了 做这个 做这个五环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把这个选中选中之后 哎 做一个圆圈 对不对 做一个圆圈 做一个圆圈 它是什么 不是一定是正的 按照什么是正的 Shift 把标尺调出来 标尺调出来 这样能让它这个更标准一些 那么这是一个圆圈 那么这个圆圈怎么样呢 这个圆圈是 这个 我先先把标尺调得更更合理一些啊 你看这个 调到这个关键的位置上 它就更合理了 更合理了 那么这个时候再用它 那么这个时候再用它 把它调出一个来 调出一个圆圈 好 圆圈 有这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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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怎么办呢 把它怎么样 描个边吧 描个边 描个什么边呢 描个蓝边 对不对 蓝边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描蓝边呢 找找蓝颜色 对不对 蓝颜色 蓝颜色 多少像素呢 这是六个像素吧 内部描边 确定 怎么这么淡呢 你看 它是不是很淡呀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做这个选区的时候 它羽化了六个像素 对不对 那把它这个羽化值去了 一般怎么做呢 一般都是说 先在这儿 画出一个正 画出一个合适的 当然咱们可以重新做这个选区 重新做这个选区 就是先做好选区 然后再羽化 然后再羽化 比如说这块 这就是一个圆 这一个圆呢 咱把它怎么样 又减描边 描一个什么边 六个像素蓝边 这是不是就出了一个六个像素蓝边 如果这太小了 这个不应该是六个像素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十五个像素 你看 这是不是十五个像素了 是不是更蓝一些了 你说这个蓝的这个取样怎么办 点中了它之后 然后怎么办 在这儿取一次是不是就成了 好 确定 再怎么办 再描边吧 多少个十五个像素 对不对 好 一个有了 一个有了之后 然后下一个蓝 下边是什么呀 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咱们直接做在背景上了 这就不太合适 多撤销几步 每一层做一个 这样才能做的 后期做的比较好 怎么办呢 新建议图层 这个图层叫什么呢 叫蓝 蓝图层 蓝图层 好 这个蓝图层有了之后 那么我对它描一个蓝边 蓝边是五相素 好 有一个蓝了 蓝了下边是什么 是什么 蓝黄吧 咱们看一遍 咱们看一遍 蓝黄 黑绿 红 对不对 那么咱们看一下 它呢 把它这个选区移动一下 移动到这个位置差不多 好 然后它怎么办 描一个边 黄色 黄色 这黄色没什么跑啊 没什么跑 好 确定 蓝黄 蓝黄有了 再新建一个图层 这个图层叫什么 黄 黑王 黄 黄 对吧 那么再下一个图层叫什么 黄 黑呀 黑呀 黑 好 往上挪 这个时候这个过去了 对吧 再 再往这边挪一点 好 基本这位置差不多成 蓝黄 黑 黑也没得说 没得说 确定 确定 好 蓝黄 黑 绿 该绿了 绿 再新建一个是 图层 叫什么 绿 对不对 绿 那么绿 绿怎么瞄啊 哎 他这个绿好有点特殊 那么咱们看一下 取样 他这个绿颜色 好 确定 确定之后又见 瞄边 没注意到 第一次的时候 为什么他 他虚啊 因为因为他这个一开始就语化了 对吧 这我一开始不语化 他就不虚了 蓝黄 黑 绿 红 再取样 红呀 好 红就有了 那么这个就是瞄边 瞄成红的 这五环出现了 哎 五环 他这个最后一个是不是绿红苗的绿上了 康照的加塞 取消 再 再做一个叫红 红 好 红 然后在瞄边 红 然后呢 他这个之间有什么 有遮挡关系 你发现了吗 把他 把他放大一点 他什么 蓝盖 黄 蓝和黄 他也是这种环环相扣的感觉 对不对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黄 你看他 他有点这个什么呀 有点这个 这个颜色不太正 那怎么办 咱们先把他这个颜色取样 取过来 取过来 一开始咱们大意了 大意了 没关系 F7 把这个图层 调出来 怎么办呢 按住Ctrl键 点一下这个黄 你看什么被加载了 是不是黄颜色选区被加载了 黄颜色选区 加载之后怎么办 编辑填充 对不对 什么颜色 前景色 这回的颜色是不是就对了 好 这回的颜色对了 然后咱们看这个 这个蓝和黄 他们之间的神是什么关系啊 是上蓝下黄 那么咱们现在是什么感觉啊 是上下都是黄啊 那么上面应该蓝的 那怎么办 把黄颜色这个图层 稍微调淡一点 有效果吗 好像没有效果 对不对 刚才描在红图层上了 是吧 哎 这就不对了 那怎么办 到这个蓝图层啊 啊 编辑填充 当然可以按住 看这个 这个out加backspace 或者out加delete 对吧 好 这回就对了 那么上蓝下黄 那怎么办呢 哎 这时候可以用什么方法 这时候先 先把它这个 不透明度调一些 然后可以用选区相交的方法吧 选区相交 control加shift 你看 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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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块选中了 是删蓝还是删黄啊 应该删黄 把蓝露出来 对不对 再往后看 黄和黑之间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删黑啊 对不对 那怎么删黑啊 选中黑这个图层 把它不透明度调低一些 然后怎么办 哎 用这个选中它 选中它之后 按delete键 黑 是不是就出来了 出来了 黑在不透明度调高 哎 这个是不是删的有点 稍微有点粗透 那么怎么办 再减去一些选区吧 比如说你把这块 是不是可以减去啊 哎 再删 delete 是不是就出来了 黑有了 黑有了 黑上去 然后是绿啊 绿盖 黑这没错 但这块是不是错了 这块是不是错了 这块应该什么感觉 把绿啊 稍微调低一些 把黑删出来 对不对 哎 把绿删掉 把黑漏出来 对不对 好好 好好 好 好 delete 这样它是不是就删出来了 删出来之后 再看最后一下 最后一下什么 红 对不对 红的和绿之间 这个上绿下红 对不对 上绿下红 那么删红 删红把它删 变小一点 把这块 选中 选中 好 选中之后 delete delete之后 保护度调高 保护度调高 每一个保护度都调的高了 高了之后 你再把它 放大之后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感觉的 把参考线去掉 把网格去掉 是不是这样就感觉是一个五环 当然它里面有一些细碎的东西怎么办 细碎东西不能不管呀 那么还是得怎么办 还是得删除 怎么删除 比如这块有一些黄怎么办 那么你就把这个选区掉出来呗 选区掉出来 这块怎么办 选中黄的这个土葬 你别删错了 删成蓝了 黄的土葬删 对吧 是不是黄的土葬删呀 黄的土葬删 对不对 再往上看 往上看 黑的土葬 它有 它有点黑 对不对 把这块有点脏 是吧 怎么办 删黑 对不对 绿呢 绿这块有没有不合适的 也有啊 把这块怎么办 选中了 删呗 哎呀 删错了 删错了 这删应该删什么 这个应该删红 对吧 删绿应该删哪 这绿没没什么问题 这绿没什么问题 这绿应该在这的 没什么问题 选上红 红这块 它它有一些 好 刚才一删错了 都把底漏出来了 对吧 这这就不对了 哎 好 基本就这样 然后再Ctrl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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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这回这个是不是就稍微正常一些了 多多少少吧 哎 基本上好一点 那么这个说 还有些细节都可以慢慢细抠 对不对 很多方法都可以 首先你要选中这个图层 别删错了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么这次呢 主要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基本上这个图形啊 给它融合的方式 有一些基因技巧 选区的技巧啊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删除啊 还有这个雨画呀 还有变形啊 很多东西 那么综合起来能做些什么呢 哎 这就是扩展你的想象力 咱们看一个东西啊 看一个东西 哎 看看这以后的这个这个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好吗 巨龟啊 巨大的龟 这实际上都是啊 这是什么 油 一种油 这都是从现实中想象来的啊 这个就很像大象之类的东西 这个这个让你想到什么 说北极熊和剑齿虎啊 哎 这个猴子 好长的尾巴 啊 关键你把自己的这个想象力想想 发动开了 哎 那么这个就是合成 动物之间合成 动物和人的合成 对不对 从林守护者 还有什么呢 哎 各种对吧 熊变人 人变熊 鸟变人 人变鸟 对不对 什么什么德鲁伊形态等等 是不是都可以啊 哎 这就是这个简单看一下这个 那么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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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